今年七月開始 因為臨完後日的標準有改過 以往臨位學傳播的新登的電池球 還有T5的電池更說 都要得到 環境部也強調說 換作LED的電池 可以使用得越久 越來越新登 一般家庭三房兩天 一年是可以來減少兩千塊的電池 比起傳統的電池球 過去政府提供使用這種螺旋狀的設定 電池才是比較油的T5電池更寬佈 不過今年七月包括這兩種材料 應說電池產品 電源效率基準提升 所以特別面對就提供 環境部藉這個機會 鼓勵 給予來泰國瓦身 換算更省電的LED照片 電池的燈泡大概壽命會高達四倍 使用瓦數呢 傳統燈泡要用23瓦 那LED燈泡只要16瓦就可以同樣的照明的亮度 環境部高省以一個家庭三房兩天來省 該使用20顆LED燈 一年大概可以減少兩千塊電池 減少兩百公斤百貨量 所以到五大入宅合作 推出條狀活動 鼓勵並從冠軍來玩 合作的未調標時的家庭 雙團和民國加碼來鼓勵 我們可以提供消費者可以更多元 更廣的一個回收機制 他不一定當下可以要來回收 他可能是下一次 或是他家可能進附近 再回來回收都可以 現在對於傳統的電池球 還可以說電池沒有得到新的連環 效率基準面對著鐵場 環境目標是傳統電池 不能進口還有賣 但台市民上的扣準 媽媽來消化 使用現在LED電池 因為使用收命比較長 所以將來三星的火器物 也可以減量75 記者 您準備要做台包報道